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Steam平台的游戏 漂流者 本作也登陆了NS平台 咱们的主人公叫做马丁 他的宇宙飞船 坠落到了一颗未知的星球 他的装备还有宠物 被一些生物抓走了 这个生物看起来就是翼龙 我剧透一下 这三个翼龙在游戏的流程当中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他们也不是boss 就算是纯NPC吧 开场拿到了自己的剑 除了攻击敌人之外 这把剑还可以砍树 利用这个能力来到了第一个迷宫 这种红色的水晶 只能够推动一格 推动之后 它就会变暗 就再也不能移动了 所以你开批道路的时候 需要想好 解谜的方式 如果解谜失败的话 你可以返回上一个版面 再重新进入 这个地方需要拿一把钥匙 地面明显是有钥匙的图案 咱们砍倒所有的树 这个钥匙就解锁了 钥匙非常丑啊 拿到钥匙之后 才能去开锁 开锁之后才能够打boss 打完了boss 才能够拿到装备 这款游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塞尔达之梦岛 但是和塞尔达相比 它就是一款小品级的游戏 流程并不长 第一个boss 双头蛇 先砍两侧的头 然后身体中间会露出弱点 攻击这个弱点就可以 屏幕最下方显示的 就是敌人的血量 咱们一共要攻击敌人四次 屏幕左下方是主人公的血量 现在的血量是三格 游戏的流程当中 可以收集增加血量最大值的道具 最大就是六 我现在拿到了稿 这把稿也是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把石头刨碎 第二个作用就是拿到血量最大值 上升的道具 这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 是攻击敌人 但是攻击敌人的话 没有剑好用 血量最大值现在是四了 第一个煽动的事情就已经办完了 咱们可以出去了 这种敌人看起来也非常有塞尔达的风格 这款游戏除了正常的流程之外 通关之后还可以玩塔模式 塔一共是50层 并且人物可以升级 游戏整体的难度不高 甚至可以说没什么难度 像这种回血的道具 如果你长时间不减的话 它是会消失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种肉回的血量是最多的 苹果其次 橙子应该是回的最少 这个地方有一个 血量最大值上升的道具 我去拿一下 但如果你拿了它的话 想要再往前走 那就需要重进一下这张图 因为解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侧重点不一样 刚才是为了向右边走 这次是向左 这种解谜的元素 在老派的ARPG游戏里面 其实非常多 老玩家们应该也 十分有经验了 它的基本原理就是 苍军翻 推箱子 游戏当中的补给道具 超级多 而且可以反复的刷 所以这款游戏 我玩起来是非常随意的 掉不掉血的话 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血量少了就去刷 这个地方的路线还是要考虑一下的 因为你如果走那圈的话 你会发现自己绕了一圈又回去了 游戏右下方 就是主人公的四种能力 开场的时候默认可以滚动 拿到剑之后可以攻击 拿到搞之后可以碎石 那么这张图 我就是要去拿钩锁 这款游戏 键位 应该是不能改 PC版的话 你可以选择使用手柄 或者是键盘 它键盘的键位 操作键在左边 方向键在右边 这个我是不太适应的 所以最后还是使用了手柄 拿到了第二个迷宫的钥匙 需要向boss前进了 敌人发射的子弹可以挡回去 子弹回去的路线基本上是自动瞄准的 不需要咱们怎么控制 第二个boss的头和第一个boss是一样的 但这个boss看起来更像是青蛙 双足青蛙 跳跃落地之后 会震下来很多的落石 它吐出来的子弹也能够倒回去 而且伤害还不低 主人公挥剑这个方式 和塞尔达也非常像 但是 它的攻击判定 我感觉和塞尔达还是有区别 尤其是攻击的角度 感觉本作主人公的攻击范围更接近正面的扇形 塞尔达有的作品 他挥剑之后 攻击范围还是倾向于身体测的 第二个boss感觉比第一个boss侃侃很多 这是主人公的最后一项能力 给大家演示一下勾锁 勾锁实际上也有两种应用 一种就是 把主人公拉向远处 但你需要这种红色的水晶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攻击敌人或者是破坏鼠 攻击敌人的话 更多是利用它的攻击范围 比剑要远很多 但是操作的时候要注意 你按键的力度决定了勾锁前键的长度 清点一下的话 它只伸出去一小段 向第三个迷宫前进 刚才路过了一个梯子 那个梯子上去的话 咱们是不能往上层前进的 它就是玩家如果走错路了 就会从那里下来 这款游戏我玩之前是卯足了力气的 结果第一遍 结果第一遍玩 20分钟通关了 我当时还想啊 难道二周目有隐藏要素 所以又玩了第二遍 现在给大家录制的就是第二遍 第二遍更快 15分钟通关了 毕竟有一些小的谜题已经熟悉了 这个地方就是利用左侧的水晶 把他推下来 然后才能勾过去 进入到了第三个迷宫 第三个迷宫肯定要更多的利用到勾锁了 刚刚这个勾锁还要去考虑地面的尖刺 先把刚才的树勾碎 这样的话一会儿咱们才可能去推动水晶 大家也知道 我玩游戏的话是习惯记底记的 就是代替了背板的作用 但这款游戏啊 我第一遍玩的时候自己记了一下 最后发现笔记的内容还不到40个字 游戏虽然比较小巧 但是一些谜题的设置还是很有趣的 其实ARPG游戏往往很大的一部分乐趣 就来自于解谜 我的血量最大值已经加码了 攻击敌人的话也没什么好处 这个地方勾得真远 我要去拿钥匙 远处有三个敌人 这三个敌人应该只能够使用 反弹子弹的方式消灭 钥匙在这里 刚刚这个敌人比较特殊 他背上 背了一块石头 咱们必须用钩把石头刨碎啊 才能对他本体造成伤害 石头里边好多的灰雪道具 钥匙解锁了 可以去打boss了 这个图咱们刚才来过 并且能够看到木桥的末端 这个地方只能这样走 不能从拿钥匙那条路返回 因为咱们是勾过来的 回去的话对岸没有洪水晶 所以它是一个单行道 绿色的踏板是存档点 如果没打过boss 或者是血量被清空了 那么就从绿色的踏板处开始 开始的话 你的血量只有一半 boss站 boss的头 和之前的boss也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地方 它是火蛇的形态 咱们可以利用钩索 来打boss 也可以把它发射的子弹 反弹回去 子弹的伤害更高 一些情况下 咱们的钩索 是没办法对boss造成伤害的 子弹太密集了 有的时候你是来不及反弹的 正常情况下 咱们需要在整张地图 利用钩索进行游走 但是这个boss的血量并不多 我感觉拼命的话 也能拼下来 这也是我自己经常打boss的方式 而且这个家伙是最终boss的 咱们已经可以不计资源 把所有的血量都拼进去了 boss被打出硬直之后 屏幕是定格的 这个时候双方都是无敌的状态 打成乒乓球了呀 前两个boss都是血量少了之后更厉害 但是这个boss最后一个阶段 反而更好打了 这样的话救出了自己的宠物狗 那好吧 这样一款steam平台的游戏 漂流者常规模式通关 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